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试驾挖2.0T的星月以后 确实我也给了那个车一个很高的评价 在那期视频的最后我也留了一个小的互动环节 就是问大家想不想看1.5T星月的表现 整个评论区里的反响还挺热烈 所以回到北京我就立刻借了这辆1.5T的吉利星月 因为静态的部分咱们都比较熟了 所以这次咱们就先来看它动态形式的表现 在动态的部分咱们重点聊三个事情 第一个48V系统它的作用是什么 第二个三个发动机表现如何 第三个动力怎么样 咱们先来说这个48V系统 目前星月1.5T的车型只有两款配置 如果大家去看官网的话会发现 1.5T车型想要这个48V系统的话 其实它是需要选装的 那关于这点呢我也问了一下4S店 那以北京为例 就是北京现在定1.5T的车型 是直接把这个48V系统送给你的 那别的城市能不能也享受到这个政策 我不太确定 所以大家还是要具体咨询一下当地的4S店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个48V系统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48V系统 我们之前做过很详细的技术解读了 那这次我尽量以一个比较通俗的这种方式 学习大家解读一下 这个48V系统它的核心点在于这个BSG电机 它其实是一个起发电一体机 像之前是分开的就是 启动机是启动机 发电机是发电机 那这个BSG起发电一体机呢 它是靠48V系统来拖动的 同时它是跟发动机的曲轴连接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它可以拖动发动机 提供一部分的动力输出 那形成这种助力的效果 然后达到这种混合动力输出的这么一个状态 同时它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在刹车的时候 它可以实现动能回收 那为什么说这个48V系统 它是一个弱混 或者说是一个微混系统呢 主要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因为这个BSG电机 它确实是一个小电机 能够额外提供的扭矩 是相对比较少的 同时它跟那些传统的混动系统 相比有个核心的区别 就是它这个电机 是没有办法单独去驱动车辆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48V的系统 叫做一个微混 或者说叫做一个弱混系统 那除了提供额外的动力输出以外 这个48V系统它最大的优势 其实是在燃油经济性上面的 有了48V系统以后 那这个车可以实现发动机的熄火滑行 那在这个期间 车里的这些用电设备 是靠48V系统来驱动的 同时这个车它的发动机起停系统 可以保持时间更长 也就是说发动机熄火时间更长 从而达到一个更好的燃油经济性 那这个车的油耗 表显的油耗 我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这两天开着这个车开了280多公里 表显油耗是7.3升 那作为一个跑了3900多公里的 这么一个新城来说 这么大一个车 7.3升的油耗 我觉得表现挺不错 再来说说这个三缸发动机的表现 我觉得很多人一提到三缸发动机 就是那种纹三色变 弹抖色变那种感觉 确实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 三缸发动机从这种物理结构上来说 在抖动控制方面先天就存在劣势 但我觉得没必要 就是对于抖这个字 去过度的去理解它 如果真的开起来跟那种 开拖拉机这样去抖的话 这车都根本来不了咱们面前 直接就被这市场给淘汰了 那我想说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情况下开着 你会感觉它比较抖 这种抖的程度又是什么样的 这个事情我必须要说清楚了 这样才能给大家 树立一个比较正确的概念 首先第一种工况 就是原地怠速的时候 会发现相比四缸发动机 它这种抖动是比较明显的 具体表现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的手放在发动盘上 会感觉有很多这种 比较细碎的震动 这种程度有点像是 咱们很多时候开增长的车型 灯红灯 挂着地挡 踩着刹车一直闷在那 然后这种抖的这种状态 小细碎的这种震动 那第二种工况就是 低转速缓慢加速的这个过程 比如说咱们在环路上巡航的时候 60公里每小时 80公里每小时巡航的时候 这个时候放机的转速 在2000转以下 这个时候咱们轻轻的 很缓慢的去给油 不让它降挡 然后放机转速从2000转以下 缓慢提升的这个过程 就会发现 放到盘上 油门它晚上都会有那种 比较细碎的震动 你的手和脚都会有回馈 那除了这两种工况以外 其余时候开起来呀 巡航的时候 你几乎察觉不到 更多关于三个放映机的 这些细节的特征了 当然还是那句话 就是每个人对于震动的这种 认知程度 还有救出程度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的建议 还是大家去 赛车店里去试驾一下 因为可能我刚才说 那些小的震动 在很多人看来就是 像是天崩地裂一般那种大的震动 肯定是 他们肯定对这种驾驶的 要求很细腻 相信着很平衡的驾驶质感 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那很多人可能觉得 这种小的震动能接受 所以优先接底 还是大家去赛店试驾一下 看看能不能接受 这种小的细腻的震动 再来说说动力的表现 之前试那个2.0T的车型 动力可以说是非常充沛了 在法令线素内 只要你一脚油门下去 都能给你很充足的 动力的回馈 那相比之下 这个1.5T的车型 在中后段的动力爆发 是偏弱一些的 比如说 咱们极加速超车的时候 在后段爆发就比较弱了 然后咱们上高速以后 从100公里秒时 再往上加 整个这种加速的 中后段的过程 也是相对偏弱一些的 其实这个1.5T的动力 它更擅长的曲线 是在城市里 一方面是这个小排量 无论增压不太擅长 这种低扭的表现 它通过这个电机 来进行弥补了 所以低速的时候 开的还是比较灵活的 另一方面就是 在城市里的动力 即也能赶紧那种 踩多少有多少的那种回馈 虽然说不像2.0T车型 有那种猛吸口气 在突然间爆发出来的那种快感 但是也能开起来 有那种小快零的感受 城市里我觉得 这套1.5T的动力储备 是完全够用了 但跟2.0T之间的 这种动力的储备的差异 主要是起现在 在盘山路上 在高速上 在加速超车的时候 2.0T车型多出的动力储备 会让它更有那种 油然自得的状态 这个是1.5T跟2.0T 在动力上的一些差异 变速箱匹配的是 7速双离合变速箱 其实我之前试过 吉利这个1.5T三光发动机 然后搭配这个 7速双离合变速箱 不带48V系统的 这么一个感受 当时在起步的时候 感觉这种的抖动 还是比较明显的 原因就是因为 本身这个小排量的 无能增加发动机 它不太擅长的 就是低扭的表现 然后双离合本身 在起步动力结合过程 也会有这种抖动的通病 所以两个加在一起 给你感觉起步的过程 抖动比较明显 但是开到星越 这个带有48V系统 的版本以后 我发现这种抖动 就不会像 之前的感受 那么明显了 主要还是因为 在低扭的时候 有这个电机的助力 就会显得 放弃不会那么的吃力 然后你能感受到的 就是变速箱 在动力结合的 那个过程 起步的时候 会有一些轻微的 抖动仅此而已 另外这个变速箱 它的整个降动的逻辑 都是挺干脆利头的 极加速的时候 可以直接从7档 一下就降到3档 那美中不足的一点就是 它整个等动力 真正结合上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偏慢的 需要有一个 等待的过程 星越这个车 开着整体的感觉 其实它的这种运动性 并不是特别强 我觉得还是偏 舒适性的调调风格的 首先转向 手感挺轻 即便是用到运动模式了 手感还是偏轻的 速度起来以后 手感会变沉 但是跟想象中 那种性能车 那种比较硬 比较沉的手感 还不太一样 悬架 它的后段 确实调的比较偏硬 偏支撑性的 尤其是过一些高速弯 或者说车身倾斜角度 比较大这种情况 能发现 后段确实能够 顶得住整个车身 但其实它的前段 调的是偏软的 这种感觉 尤其在环路上 巡航的时候 会特别明显 就是说随着路面的起伏 整个车也会给你那种 比较呼呼悠悠 那种感受 还是能感觉到 那种柔软的劲在了 整体的隔音做的也挺好 对于外界的隔音 处理的挺到位 车里的静闭性表现不错 但无非就是 发动机的声音 会显得略微有些明显 但是这种明显的感受 不是因为音量大 给你造成的这种感受明显 而是音色上的差异 因为相比四缸发动机 其实三缸发动机 在音色上面 还是会显得略微 有一些粗糙的 那通过这种音色上的差异 给你感觉 发动机的声音 可能会显得略微明显一些 整体开的感觉 其实星月 并不是那种运动感 特别强的车 我觉得吉利应该是 做了一些市场调查了 因为咱们中国的外星买车 其实并不是需要一个 极致追求性能的 这么一个车型 而是需要一个 长得比较运动 开着有一些运动感的车型 就够了 仅此而已就够了 如果一味去追求 一些运动感的话 诸件会成为一个 比较小众的 但其实需要成为 一个走量的车型的话 那长得运动 有运动感就足矣了 关于星月的外观和内饰 其实之前我拍过一个 很详细的 静态解读视频了 那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回看一下 这期视频 我就简单说一下 这个车静态的表现 为什么我总说 星月是目前 中国品牌 轿跑SUV里面 比较好看呢 主要有一个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看起来 不会显得那么臃肿 那其实做一个 轿跑风的SUV 很容易就会显得 特别臃肿 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在侧面 因为为了照顾到 这个溜背 这种运动的感受 所以车顶通常会压得 比较低 那毕竟是个SUV嘛 它的门板高度 又比较高 所以搭配在一起 侧面就容易 显得比较臃肿 那好在星月 侧面无论是 它的这种双腰线 还有一些细节 那种曲线的处理 至少搭配在一起 看着还比较有层次 所以就显得 没有那么臃肿了 另外就是 整个溜背 这种比例 也比较合适 不会有那种 加高底盘的 三厢轿车 那种歧视感 另外就是 这辆1.5T的耀星者 其实它原厂 配的是18英寸的轮圈 我们这样车 它选装了一个 19英寸的轮圈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 从镜头上 某个角度来看 这个圈显得并不是很大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它原厂配的是一个 黑色的这种 塑料的覆盖架的轮媒 它不像之前 我们试的2.0T的车型 是一个与车身同色的 所以从视觉效果上 它会进一步拉高 这种轮拱的距离 所以可能看起来 会显得比较小 但是作为一个紧凑型SUV 已经选了一个 19英寸轮圈了 本身这个轮圈的尺寸并不小 内饰并不是家族套拔设计 还是有一些 自己的个性在了 比如说 各种不对称的 这种设计的小细节 也有一些吉利惯用的 这种家族的设计手法 比如说上面这里 比如说这个旋久上面 都有这种回字纹 这个中国元素 是之前吉利很多车型 都在用的 包括副驾旁边这个扶手 之前也见过类似的设计 在这辆1.5T的耀星者上面 全体性小盘 它是一个选装件 其实这个全体性小盘 它有一个核心的优势 就是在导航界面 它可以完整的 把这个导航地图 投射在这个仪表盘上面 这一点是比较少见的 那大部分中国品牌 它们的仪表盘 就像是中间这个界面一样 就是它们把导航信息 放在最中间 两侧依旧是这个虚拟的仪表盘 能够把导航地图 完整投射在上面 传奇算是一个 吉利算是一个 这绝对是它的一个加分项 我估计这个选装件 可能很多人考虑的时候 都会很纠结 另外中控 这个12.3英寸的中控屏幕 是全系标配的 里面的功能也足够丰富 像它有高德地图 也有很多基于互联网 这种配置的拓展 并且这个吉利的语音控制 我在很多吉利的车型上 包括在很多场合 我都说过 吉利的这套语音控制系统 对于自然语音的识别 对于语音控制 绝对算是现在中国品牌里面 第一梯队的主流的 这么一个表现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屏幕里面的 功能足够丰富 所以在互联配置拓展上面 其实它的表现就很一般了 像CarPlay啊CarLife这些功能 它都不支持了 可能吉利还是希望 大家尽量多用它自己 这个GKUI这个系统吧 所以就没有支持 更多的互联拓展了 那部族是什么呢 部族就是它的这种 电源的便利性上面 它的两个USB的接口 全部都在下面 如果你经常插拔的话 上面这里会比较挡手 所以我的建议还是这个 就是如果把这辆车 买回家的话 日常一定要长背一根线 一直插在上面 不要经常的去插拔 这样就避免了你手 经常被这里卡住的 这个尴尬了 那这辆1.5T的耀星者 其实抛开这些选装件的话 咱们去跟2.0T的车厅相比 除了一些用料上面 比如说没有拿法真皮了以外 更多的是一些 舒适性上面配置的差异 比如说像是没有空气净化了 没有腰部支撑了 等等这些小的细节 那单从务实的角度来看 什么都不选装了 1.5T耀星者 其实这个配置也够了 但我觉得唯独的遗憾 就是没有这块全眼睛一板盘 我估计可能买车的时候 这个选装件 应该是大家最纠结的一个配置 星月定位是紧凑性SUV 大家看一下它的后排腿部空间 调好我的前排座椅以后 后排是一拳 四指的腿部空间 那其实主流的紧凑性SUV 以我的身高去做的话 后排基本上都是两拳 甚至还富裕一些这么一个腿部空间 所以星月的后排腿部真的不算大 再来看头部的空间 坐好以后 我原以为这个溜背的造型 可能以我的身材去做会有点顶头 但实际上坐好了以后 头部还能有着大概一指的这么一个余量 比我想象当中的是要更好一些的 后排两个USB的电源 然后作为一个两驱的车型 也是几乎纯平的这么一个地板 这些表现都没问题 座椅的填充真的是挺软的 坐得挺舒服 其实头枕的填充也是比较软的 刚开始靠着还挺舒服 但是头枕最大的局限性 是说它的填充比较薄 所以时间长了感觉 顶着稍微有一点点顶头这种感受 那横向对比来看 其实星月的空间 并不是它最大的优势项目 试完了1.5T的星月 确实它不会像2.0T的车型那样 去尽可能走拔高的路线 去做到尽可能的全面 尽可能的均衡 然后就像中国人们的走向 去尽可能的路线 去尽可能的走向 去尽可能 那个多路线 因为想要带走 好啊 现在因为你可能要带走 好啊 不均唔 这个是舒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